每30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瘧疾 但生命不是唯一的代价 瘧疾摧毁经济,破坏家庭 在非洲,蚊子在夜间传播瘧疾 当蚊子咬人时,瘧原虫传播到血液中 它引起高烧、流感症状 若不治疗,还会导致昏迷和死亡 今年将有多达5亿个瘧疾病例 一百多万人将会死亡 但有简单的方法预防此病 一张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 可保护一个家庭4至5年 制造与分销仅需10美元 JCI加入联合国基金会 向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这些蚊帐 您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在您观看此录像的同时 又有三个生命消失了 这些孩子一晚也不能再多等了 加入JCI Nothing But Nets活动 立即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